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业内人士透露,英特尔已经加大了对多家设备和材料供应商的订单, 以发展基于玻璃基板技术的下一代先进封装,预计到2030年投入量产。 英特尔过去10年投资约10亿美元,在亚利桑纳州工厂建立玻璃基板、研发线和供应链, 预计在2026至2030年推出完整的玻璃基板方案。 据英特尔称,玻璃基板具有卓越的机械、物理和光学特性, 允许在封装中连接更多电晶体, 从而比有机机板具有更大的可扩展性和更大的系统机封装。 该公司计划在本十年后半段将完整的玻璃基板解决方案推向市场, 从而使该行业能够将摩尔定律推向2030年以后。 玻璃基板受到了多家企业的关注及投资。 三星集团子公司、三星机电公司三月份宣布, 与三星电子和三星显示器等主要电子子公司建立联合研发RND统一战线, 研发玻璃基板,并将在2026年开始大规模量产, 只在比10年前进入玻璃基板研发的英特尔更快地实现商业化。 而苹果正积极参与由玻璃基板制成的PCB。 可以看出,先进封装将在扩展摩尔定律方面达回重要作用, 因为它有可能增加电晶体密度并释放高效能运算的强大运算能力。 消息人士称,英特尔将先进封装视为在代工领域击败台积电的战略, 该公司还与台积电在先进的三奈米以下工艺生产领域展开竞争。 早在2023年6月,英特尔就与德国联邦政府达成了协议, 双方宣布签署了一份修订的投资意向书, 计划投资超过300亿欧元, 在马德堡兴建两座新的晶圆厂。 德国联邦政府已同意提供100亿欧元补贴, 当中包含了来自欧洲晶片法案和来自政府的激励措施及补贴。 据Folkstown报道,英特尔位于德国马德堡附近的Fab29 Modo 1和Modo 2的建设, 因欧盟补贴审批待定, 以及需要移除黑土以便在其他地点重新使用而被推迟。 英特尔的Fab29 Modo 1和Modo 2原计划于2023年夏年开始动工, 但是由于补贴延迟,被推迟到2024年夏天。 随后,德国财政部长Michael Richter介入, 希望确保英特尔获得所需的资金。 然而,欧盟竞争管理局尚未批准为这个300亿欧元的项目提供近100亿欧元的补贴, 导致建设延迟。 因此,表图去处工作也被推迟到2025年5月。 由于英特尔选定的长值还有优质黑土, 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小心清除并重新利用。 当地州政府将负责清除表层40公分的土壤, 这相当于8万卡车的土壤, 而英特尔负责清除超过此深度的任何额外土壤。 这一过程对于遵守环境和建筑法规至关重要。 此外,施工现场的表图最早要到2025年5月才能清除, 州政府于今年3月宣布了这项工程的招标。 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德宝市将在2024年7月前修建一条从B81到英特尔工厂的通道。 随后,该州将在2024年8月开始修建马德宝和万磁莱本之间的主要通道, 预计2025年4月完工。 这将使土壤和建筑材料的运输成为可能。 土地收购也正在进行中, 德国国有开发公司High Tech Park HTP购买了450公顷土地用于供应商定居。 大多数土地所有者都愿意出售, 政府出价为每平方米25欧元, 远高于典型的农业土地价格。 英特尔此前已经提交的德国马德宝晶圆厂的示意图显示, 初期两座晶圆厂分别为Fab29 Modul 1和Fab29 Modul 2, 将安装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工具, High NAQE曝光机。 而据台湾业界消息, 台积电并没有为A16制程准备High NA高数值孔径EUV曝光机, 而是准备采用现有EUV曝光机生产。 相比之下, 英特尔、三星都将在这一节点使用最新的High NAQE曝光机。 根据台积电此前已公布路线图与最新进展, A16制程1.6nm工艺预计将于2026年下半年量产, 将搭载先进的背面供电Backside Power Delivery技术, 台积电称其为超级供电轨Super Power Rail, 可以提升晶片能效表现。 关于背面供电技术, 英特尔原本计划在自认等效业界2nm的Intel 20A制程导入, 称其为PowerWire, 但后来决定推迟至Intel 14A制程采用。 三星同样开发了类似的背面供电技术BSPN, 根据早些时候消息, 三星代工部门首席技术官Yung-TTA曾宣布, 将于2027年将背面供电技术用于1.4nm制程。 由于目前英特尔已经收到了ASML手台Hi-NATV曝光机并完成组装。 一届认为,台积电选择在这时推出A16制程, 给英特尔与三星带来了竞争压力。 虽然英特尔在Hi-NATV设备上抢先一步, 但能否赶上台积电的商业化进度,还有待观察。 台积电决定在A16制程沿用常规EUV曝光机, 也展现了其技术实力, 可以在不采用最新设备的情况下, 将现有EUV设备的解析度推进到1.3nm以下。 事实上, 去年台积电就成功通过调整光阻剂材料、光眼膜制程等方式, 在提升先进制程的临界尺寸与图案精度的同时, 还降低了缺陷密度。 台湾分析师表示, 台积电、英特尔、三星之间的竞争将进一步自己对EUV曝光机的需求, 尤其是独家供应商ASML。 考虑到HIGH等AQV设备产能有限, 如何在三大晶圆代工巨头之间分配, 势必成为一大挑战。 要知道, 英特尔这座德国马德堡晶圆厂海流有足够的空间, 最多能再兴建另外六座晶圆厂。 预计首批两座晶圆厂会在2027年第四季度投入营运, 包括Intel 14a和Intel 10a两个先进节点制程相信都在计划之内。 因此, Fab 29两座晶圆厂原计划于2027年底开始营运, 将采用非常先进的制造工艺, 并在2028年下半年推出面向客户端的晶片产品。 但现在工厂建设推迟, 可能将直接影响该晶圆厂的量产时间。 尽管英特尔后面可以加快进度, 但时间安排将会非常紧张。 有报告称, 英特尔现在估计建造这两座晶圆厂可能需要四到五年时间, 因此或将于2029年至2030年开始生产。 英特尔晶片厂计划的公开听证会于5月底举行, 以解决协会、私人和Burkstall市政府提出的13项反对意见。 该州仍然乐观地认为, 一旦获得欧盟批准, 该项目将顺利进行。 有报道称, 该州和英特尔正在相应调整计划, 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收购, 为建设延迟做准备。 如果英特尔能够快速完成建设和设备安装, 该工厂仍可能在2027年底至2028年初按时投产。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